HELLO,大家好,我是INKI 大家也看到我介紹很多不同愛馬士的手袋 但有些觀眾也很想知道愛馬士的一些周邊產品 今天就特意帶做這兩個愛馬士的行李箱 跟大家拆解裡面的球組 想知道裡面究竟是怎樣的樣子,記得看下去吧 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我們現在就馬上真正的開箱 大家知道愛馬士的皮革工藝非常精湛 其實愛馬士在以前是做馬鞍的 但隨著科技的聞名之後,愛馬士現在也有幫客戶做一些關於他們私人訂製的皮革 譬如我們之前也有說過的一些私人飛機、遊艇、座位 或者是一些家裡的訂製的沙發、家具 其實就是歸納於愛馬士的叫做 OLYZONE的這個部門 或者是私人訂製的一些皮革產品 包括以前這個行李箱 也是愛馬士一個很喜歡的一個話題 就叫做旅遊 其實旅遊是愛馬士一個品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因為其實愛馬士有一個香水叫做Voyage Voyage其實就是旅行的意思 愛馬士覺得旅遊是一個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在OLYZONE的部分也有一個愛馬士最重要的旅行商 是一般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這個行李箱除了有一個全皮的材質之外 大家都可以選擇一個半部屏皮 這個位置和手柄的位置都必須要用一個半部 特別訂製的部份還有行李箱的輪子 這個輪子有九種顏色可以選擇 而且可以用不同的配搭 就算選擇四個輪子不同的顏色也是可以的 再補充多一點就是這個箱的訂製部份 大家一定不可以缺少一個個性化的標記 除了這個滑輪、皮夾、手把位置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私人領的訂製服務 大家可以把自己簡稱的英文字放在這個位置 也可以選擇一些愛馬士專屬的符號 例如流星這些圖案去刻在這個手柄上 而流星圖案其實代表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的旅行一切都順利 至於這個行李箱的價錢當然不會像一般的remover那種的價錢 因為這是愛馬士的 這個愛馬士的行李箱的全皮價錢大概是港幣七萬多到八百元 那繁寶當然會便宜一點 但我覺得愛馬士買到一個這麼大舊的皮格的手工藝品 我覺得這個價錢也非常合理 愛馬士畢竟是一個奢侈的品牌 所以買行李箱這件東西當然是封嚴尤人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簡陋的人 我從來都是買一些很便宜的行李箱 至於一些這麼價值不菲的行李箱 對於我來說我就未必會捨得用 但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將求生活品味和質素的人 我覺得這一種這麼奢侈的行李箱 是非常適合尊貴的你 大家會選一個行李箱 還是選一個手袋去選購 我跟這個就要交給大家選擇